大家好 今天 我们的热灵聚会 我要跟大家 来分享一下这个课题 就是人就是天父上帝的世界 那么这个是一个 事先录制好的 我们今天 录制这个影像 是4月6号 不知道 到那时候 就是当你看到 这个影像的时候 这个情形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这样的一个疫情 我相信 这几个月来 我们听到我们看到的 我们有 担心的有挂虑的 心中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感受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呢 我们借助这个 主的话 来 这个 面对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之所以 选这个主题 人就是父上帝的世界 让我来解释 我们所根据的这个 经文呢 是以赛亚书 六十五章 十七节到六十六章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看哪 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 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对想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因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 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 和哀号的声音 其中 必没有树热夭折的婴孩 也没有受树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死的扔算孩童 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是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 因为我民的日子 必向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 必长久享用 他们必不突然劳碌 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 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允 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豺狼必与羊羔同时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成土必做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的片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段经文讲到耶和华上帝 所谓要造新天新地 那么他其实他的内容呢 刚才我们看得很清楚 按照每一句话的字面的意思 其实就是要恢复 上帝指明在耶路撒冷 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重新回到一种正常的存活的状态 那么这个 以撒亚先知讲这段话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已经是王国 甚至好多重要的人 跟所谓被看成有用的人 都被他们的敌人呢 这个带到他们的国家 或者把他们分散在他的帝国 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时候家园没有了 国家完了 过去的一切呢 也都失去了 就成为一个王国奴 然后要在异地生活 在一战日子之后呢 上帝借着先知 向百姓宣告说 他要重新让他们呢 再有一个存活的这个机会 这样的一个应许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王国跟贝努 对以色列民来说呢 等于就好像就是 又在失去所有的一切 好像又在回到 没有这个生存的这个可能性 或者说生存 遭到很大的这个打击 也很可能从此呢 他们就失去他们自己的过去的传统 那么就异地 我们说可能就是苟且偷生 或者是怎么样子 整个以色列民呢 也从此不在世上 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 他向他们说 就好像他造天地这样 他要在造新天新地 这样子的一种情形的使到 他们可以重新 作为上帝的百姓 可以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 然后可以有一个正常的这个生活 刚才我们看到说他形容说 不再有夭折的人 还有长者可以活到长寿 还有一片的非常祥和 非常和谐的一种的这个存活的这个状态 不再是兵翻马乱 不再是战争 不再是种种的那一种过去 刚刚发生的这个威胁 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 像以色列王国 然后就好像等于就是 失去那个存在 存活的那个机会的情形 在这个之前那一次 我们知道的在旧约圣经里面 就是洪水事件 那么那一次上帝 除了让一家人之外 他让其他的人 都这个失去 不在地上 那过了洪水之后 上帝借着 挪亚一家 上上 像 重新再让人再多起来 并且呢 再让他们呢 能够存活 所以这一次 事情发生在以色列 这个上帝的 选民也是上帝自己的百姓 他们 从 埃及出来 也发展成为一个国家 在现在呢 这个整个国家呢 也 灭亡了 百姓也被分散了 那我们 也借着这个机会来 跟这一次 这个所谓的疫情的事情 来一起来想一想 因为想到这个存活 在就业里面 我们单单想的是就业 有很多次提到 上帝在地上 使用这个瘟疫 疫情病毒 但是呢 除了几次 甚至我想 没有超过几次 很 直接明显的 那一次 针对别人的呢 就是法老王 接下来几乎 每一次这种瘟疫 的灾难 都是上帝 惩罚以色列百姓 来用的 我们看一看 就讲这一次 以色列王国 我们从这两位先知 耶利米 跟以西杰 上帝交代他们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上帝透过这个王国 这个王国的过程里面 还包括这样的一个瘟疫 跟这个疫情的事情 耶利米苏 二章十七节 他说 以后我要将 犹大王西底加和他的城 就是在城内 从瘟疫刀剑 饥荒中 剩下的人 都交在 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然后呢 不顾惜 不怜悯 不可怜 这是耶和华说的 再来 我必使刀剑 饥荒 瘟疫 临到他们 直到他们 从我所赐给他们 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 你看这样的一个口吻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形容 就好像当年的洪水这样子 上帝是对着世人 这一次单单只是对着他自己的子民 是对着他自己的子民 而不是对着别人 然后再看 从古以来 在你我以前的先知 向多国和大帮所一言 论到战争 祸灾 瘟疫的事 就是说 没有 只有我 只有我针对你们 他要讲的就是 我借着先知 先告诉你们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刀剑 饥荒瘟疫 临到他们 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 坏得不可吃 这个是指的 上帝的子民 再看 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 追赶他们 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 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 还令人咒诅 这个惊骇 痴笑 羞辱 这个是 指上帝对他的情 那么在这里你看 透过以西杰先知 提供我们另外一些的这个情形 他说 你的名三分之一 必遭瘟疫而死 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 三分之一必在你视为倒在刀下 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 并且要拔刀追赶他们 若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 叫你丧子 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 我也使刀剑临到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这个不是对整个世界讲的 在像这样这一次 上帝很清楚的 而且是很有针对性的 不是说有灾难或者是个瘟疫 我们随便说这个是上帝惩罚人 旧约从来没有这样泛泛的 那么一般性的说话 你从创世纪一直看到这个马拉基书 每一次的疫情 包括战争 包括神管教 都是很清楚交代的 上帝都会交代先知也好 或者是什么先讲 或者是很清楚的说 而不是说有发生的灾难 那么人们以为说 因为可能我们世人做了很多恶 所以这时候老天要惩罚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是很清楚的 是出自于上帝 然后上帝交代 而且上帝是很针对性的 同时呢 他还自己执行的 如果你去看摩西五经里面 特别是他和他们出埃及之后 在整个旷野路上好几次 以色列人犯罪惹上帝的怒气 甚至包括摩西家里面的人的一些事情 上帝也有用瘟疫 但是每一次上帝很清楚 他即刻就执行 而且很清楚的交代是他在执行 也是针对什么事情 那么这一次 让以色列王国呢 很明显这个是上帝一个惩罚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 这等一下我们再说 对不起 第四 每一次的这个疫情 我指的就是就业有交代的 他都有他每一次不一样的原因 不一样的情况 不一样的结束 结尾 不论是旷野时代的 或者是对着这个埃及法老王 曾经 这个是唯一我们看到是对着非犹太人的 他多数的时候 都是在处罚 上帝自己的百姓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的时候呢 让我们要非常的这个 注意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而不是随便任何的灾难呢 我们都说这个是上帝在 惩罚人或者是什么 上帝会交代 那另外 我们也看到说 上帝也曾经很清楚讲到 他 他对世界 他对人 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 很清楚在这里我们看到 人的被造 被上帝放在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 同时 上帝把整个 这个世界 交给人来管 这里他说 我们人要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管理 海里的 空中 地上的 整个 管理 那么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一章 这样的一个心意 没有因为 第三章 亚当跟女人 这个 没有听上帝的话 所谓的我们说犯罪 然后上帝取消 对人的这样的一个委托 跟对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 上帝没有取消 这个还是持续的 而且上帝对这个世界呢 的这个 期许 就是他祝福 他要生养众多 还是一样的 他没有取消 因为在创世纪第九章 他跟挪亚立约的时候 你看到这一切 重新要恢复的 然后你看整个旧约 你找不到任何一处的圣经 上帝说 过去我对这个世界的那样的一个心意跟心态 我改变了 因为你们罪恶很大 我一定要呢 狠狠的来 这个 惩罚你们 上帝没有这样讲的 什么时候他惩罚 什么时候他要惩罚 因着什么惩罚 他都很清楚交代 我说很有针对性 这个至少是在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 那么也很重要我们看到说 上帝还是要是做这个世界的上帝 这个世界还是上帝的 刚才在以色列书里面66章1节 他说 天 是 我的 这个 地 是我的脚凳 这个 我 不是住在 人手所造的圣殿而已 我是住在天地 就是说上帝要在这个世界当中 来跟以色列百姓同在 他没有呢抛弃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 来到今天 我想 这个上帝 当他会 惩罚 跟要管教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的 严厉 你看到他对以色列百姓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世界 上帝希望他还是好好的 能够运作下去 尤其是人 要尽这个本分跟责任跟这个尊贵的 这样的一个委托 我们就讲说这一次的疫情 从最开始的时候 你说这次的疫情 我自己的看法 到目前为止 人一直不断的在犯错 所谓犯错就是 包括处理这个疫情 都没有好好的 都没有好好的 妥善的去处理他 所以这个病毒到今天 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控制跟解决 更多的时候 是因为人 没有做出恰当跟正确该做的事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 从一月尾到今天 以及我们看到很多其他世界国家 各个每一个不同的那种反应 包括普通人 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后果 如果我们还继续 就是这样的掉以轻心 或者是不负责任 或者是 不很严肃的去对待这样一个事 我们会继续让这个病毒呢 来侵害我们 不管他开始是怎么样发生 当他开始被发生的时候 他也是被人复略被人掩盖 也在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错误的 这个人为的这个错误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今天 要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不是很轻易的用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讲法 一个解释 那我也 建议大家 除了那一些从 官方很正式的 报导所得的 资讯之外 我 建议尤其是我们年纪大的人 我们不要再去 从那一些 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一些消息 然后弄到自己整个心里面 非常的难受 或者是呢 甚至 心情会非常的这个坏 而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心里的这个健康 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 我们每一天仍旧关心这个事情的发展 但是 让我们不要掉在一种恐惧的这个当中 也同时我们更不要轻易的 把这样的一件事情 说是成是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除非 你很清楚上帝交代你说的 不是你感觉到 也不是你 你祷告很多天之后 觉得是 你回去就业圣经 你看一下每一次的疫情 上帝是怎么自己主动交代清楚的 所以我们 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的这位神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事情到今天 我们每天 以一个 信靠仰赖 还有在神面前 不断的为做这个事情祷告 为做 相关的人 受害的 医治人的 帮助人的 我们 不断的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 上帝 会在其中 不断的继续 来引导保守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其他的 那一种 揣测 那一种 没有得到证实 一传十 十传百的 种种的那些 不必要的消息 我们也不需要再传 所以让我们真的是 继续仰望在神的这个面前 那么也不要 因为我们不能够做什么 而感到这个 腿上或者是消沉 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脆弱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天父上帝 还是这个世界的天父 而我们呢 是他的儿女 让我们 真的以一个谦卑 信靠 仰赖的心 在他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祷告 天父上帝 在这样一个时刻 我们 就只为有福福敬拜在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不过是尘土 我们也向你承认 我们也向你承认 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都是败坏 惹主你的怒气 我们求天父 我们求天父 你怜悯我们 特别求主 你在这个时刻 你保守看顾 特别是那些第一线的医务人员 每一天 每一天要处理许许多多的病人 甚至病危的人 还有每一天 丧失家人 主啊 你的安慰跟你的灵在其中 主我们也知道 你借着许许多多的 善心的人 甚至 牺牲自己 为了别人的 这一切成为许许多多人 的鼓励 我们求天父你在其中 也求主你加添力量 更求主你 帮助一切 来处理治理 跟克服这个疫情的有关的人 所需要的智慧能力 所做出的决定 以及所设下的这个安排 让这一切 都能够产生最好的果效 我们也自己在你的面前 在这段安静的时间 不能太多活动的时间 让我们的心 也安稳在主你自己的面前 你圣灵所带来的 平安 扶持 都在我们和我们家人的身上 以及我们所挂念的人的身上 祷告感谢封出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何规则 唱歌 穿过 hit 加入 董盒 ac 混音 沉 Extension 愛是人 閃爍是人 活著有希望 愛是天爛 愛是草原 神的愛是太陽奔暖 月亮方寬 他的爱是方向流程 因为爱是人活着有希望 Zither Harp 天为什么蓝 藏为什么泪 什么是月亮泛光 什么是太阳满光 花为什么香 娘为什么唱 什么是月亮泛光 什么是月亮泛光 他的爱是月亮泛光 爱是天朗 爱是草帝 爱是天朗 爱是草帝 想 揚 唱 因为啊 是愿我这样希望 如果有你天与这高 变阳 落满之秋 爱用在身上 我们之秋 爱用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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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爱用在身上